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 我会把音乐打开 声音开始咯 准备听故事了 今天的故事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故事的主题是 善行恶报 问讲小刘的故事 今天的故事听起来会有点感伤 今天的故事听起来会有一点 刚开始有点落寞 因为这个故事有一点在探讨 人性的善与恶 好 人家说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机未到 其实我们在军中的时候 也一直这样子的教导 我们所有的官兵 要做好事 说好话 不要害人 这是一个最起码做人的道理 那么真的真的做好事 就会有好报吗 因为常常跟弟兄讲说 不要因为小善而不为 不要因为小恶而为之 因为这样子会徒增罪孽 也不是做人的道理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这样教导士兵 但是好事就有好报吗 做好事会不会有坏报 做好事会不会有厄运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个人性 做了好事 却没有好报的故事 这是一个问讲小刘的故事 有一位士兵小刘 他在入伍以后 我总觉得他的眼神里面 有一点没落 就是不太喜欢正眼看人 他的眼神里面有一点失望 好像对所有的人都产生了那种敌意 甚至对人性的光辉面 他产生了怀疑 那么我身为对职干部的 我当然先仔细地看他的履历表 就是他的兵级资料之后 我就约谈他 因为其实小刘 他告诉我 他说 他说长官 我不是不愿意跟人相处 我也不是不愿意 能够跟联上弟兄打成一片 因为有一种人特别衰 做什么事都被骂 做好事也被骂 做坏事更被骂 他说很不巧 我就是这种人 我的心很好啊 我也很善良啊 可是我的运势很差 那我当然就鼓励他 我说 别这么想 说不定实际未到 那么小刘就说 长官你有看过我的兵级资料吗 我是有前科的 我说我知道 你有前科 但是并没有很明白的说 你是如何过失自人于死 这是怎么回事 我看你也不像是一个暴力之徒啊 你也不会随便的去欺负人家 因为我看得出你你是蛮善良 你是个好孩子 这时候小刘就说 其实这很冤枉 我在入伍以前啊 我在入伍以前 我就喜欢帮助人 那么我骑着一台50cc 就是那种 不用路口就可以骑的那种 小cc速的机车 正好从家里面要骑到补习班 经过班马线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一件事 我说发现什么大事 我目睹了一辆重型机车 一辆100cc的重型机车 声音非常的大 这样开骑过去 一个老先生正好在过马路 这个机车 我看似没有碰到他 就是一个蛇形闪过去 把这个老先生吓了一跳 这个老先生跌坐在地 整个跌坐在地 那么我看到这个老先生 跌坐在地的时候 我就心里就觉得很不好 觉得应该要救他 不能不去管他 所以就赶快去把这个老先生浮起来 那浮起来的同时呢 这个老先生还谢谢我 还谢谢我说 你真是个好心的 你真是个好心的年轻人 有需要任何 有没有需要我要帮助啊 他就这时候还问这个老先生 这老先生他说我 我好像觉得有点恍惚 这样好不好 你送我到医院去让我检查一下 那么当然小刘说没有问题 他说你可以坐着吗 那老先生他就用这个摩托车 老先生就坐在他的摩托车后面 50cc慢慢骑 就骑到了医院 挂了急诊 那么急诊室的医生 简单的看看老先生 有没有外伤 就问了一下 他说没有 我在后面骑机车 发现了老先生 被一台重型机车 吓了一跳 就跌坐在地上 那么没有 应该是没有被撞到 那我看老先生好像 有点受惊吓 就送他到医院来了 那这个医生看看老先生 也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 也有一点外伤擦破了一些皮 帮他擦了一点药 观察个六个小时 就让这个老先生回家了 那么这个小刘心想 没我的事了嘛 就留下姓名 他就走了 就回家了 到了半夜 小刘突然间接到了电话 那时候还没有行动电话 电话是打到家里面 小刘接着说什么事 他说我这里是警察局 请你到分局来协助调查 这小刘心里想 什么事吗 我犯了什么错 他说有位老先生 今天晚上突然间在家里面 如内初学往生了 那么这个事情你是关系人 请你到警察局里面来协助调查 这小刘心里想 哎呀 他说没问题 他心里想 我好 好人 好汉做事 好汉当 我又没有做亏心事 我不用担心 所以他就跑到了这个 这个 这个警察局去 把全城 来龙去脉 讲得清清楚楚说 警察先生 我其实并没有撞到他 我是看到前面有一辆机车 蛇行过去 然后老先生就摔倒在地 那么那辆机车应该是没碰到他 那警察说你记得车牌吗 他说我没有记啊 他就他也没撞到他 所以我没有记 那个车就这样开走了 然后骑走以后呢 我看老先生跌坐在地 我好心送他到医院去 那这时候医生就说 好 你也不要狡辩了 既然没有目击者 你也没有办法提供前面那辆机车的 这个 的这个车号 那么我们当然是 以你是关系人 韩颂 那么小刘 就这样子被 移送法办 到了医院之后 老先生的家属非常神奇 说你撞到我的父亲 你还要 还要装好人 然后就是你 最后大家知道吗 最后小刘被判了两年的 过世自人于死 当然还行 所以说他的前科 就是这样子留下来的 虽然没有坐牢 被判还行 但是从此之后 小刘的兵级资料 还有他的人生就不清白了 就留下了一个 过世自人于死 我就心里想 我说小刘你真是冤枉 这个事情跟你 你原则上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是做好事 然后还被冤枉成这样 所以小刘就讲说 所以我讲啊 我这辈子 再也不做好事了 我绝对不再去帮任何人 帮助任何人 因为这样子不但 没有办法 这个好友善有善报 反而被人家恩将仇报 所以我绝对不再做好事了 那么当然了 我也不能勉强他 因为小刘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换了谁都会对人性产生怀疑 那么当然 小刘就不再 就不再做好事 那在军中呢 他也是得过且过 反正大错不犯 小错不断 那么但是不至于是坏人 那么没多久 小刘也是顺利的 两年的兵役做完就退伍了 我们部队退伍时常会就是约到部队附近的小吃店 大家几个好朋友聚一聚 那么有一次呢 几个士兵在准备这个准备这个退伍之前 就说哎 报告长官 我们请你一起去吃好了 我说谁 他说小刘也会来啦 我们几个已经退伍的弟兄 都要来一起吃饭 我想一想 我说好啊 那就大家一起出钱嘛 这个分担来聚餐 我就到外面这个小吃店 那小刘来了 就在餐序中 小刘就谈到说 哎 他说长官我跟你讲 我又开始做善事了 我又开始做好事了 我说你会做好事 你遇到了这么大的挫折 我说你记不记得 你刚刚入伍不久的时候 你还跟我讲说 你这辈子绝对不再做好事了 你还敢做好事啊 小刘说 我说出来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人生极大的奇遇 也是一个考验人性的方式 那所有的这个弟兄就说 好啊 小刘快讲 我们听故事啊 那这时候小刘讲出了一个 骇人听闻的故事 非常非常让我们惊呼连连 他说 我这个遭遇讲出来之后 换了你们 你们想想看 你们还要不要做好事 我说好 你说吧 大家就吸耳恭听啊 这个就听着小刘在这边说 他退伍半年之后发生的事 他说其实我本来是再也不相信 这个什么因果 反正我做好事 一样被人家骂 我很努力的协助别人 我也一样被人家判刑 所以我本来打算不做好事 永远不做好事 当然我也不骑机车 因为机车太危险了 所以我退伍以后呢 我就在附近的一个货运行 找到了这个开货车的工作 因为小刘以前在军中 刚好他是开我们的军用卡车 所以他就有了军用卡车的驾照 在退伍了以后 就把这个驾照拿去换成民间驾照 所以他顺势的就开始开了这个货车 当起货运的司机 那么当时那个年代 刚刚好是便利商店准备起飞的年代 哇这个货运司机啊忙得不得开销 非常的忙碌 早上要送货 中午要送货 有的时候送货要送到圣经半夜 因为这个便利商店是24小时营业 随时都要补货 但是呢当然了 待遇也非常的好 小刘说我当这个货运员 当这个货车运送员 尤其他是生鲜货车运送员 他说因为我们的时间工时很长 而随时要来做加班 我的工资通常都是一般 卡车司机的2.5倍 就是一般这些2.5倍 虽然忙 但是忙得相当的愉快 因为钱多嘛 因为钱多 那但是呢会非常的疲劳 那么小刘就说 在有一次 他已经送完了所有的货物 准备要回去 回去公司把车子开回去之后 准备要休息了 那经过了一个 不算交完 因为早期的便利商店 其实都开在 因为需要比较便宜的房租 都开在比较 不是那么繁荣的地方 然后但是停车非常方便 他就准备要送完了 最后一间便利商店的货 准备要回去报到的途中 经过了一个小树林 经过了一个小树林 那就发现 这个树林旁边 有一个男的在跟他招手 一个男生 跟他招手 他觉得这么晚了 这个男生跟我招手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困难 但是他心中就想到一件事 不行不行 小刘 我绝对不能再做好事了 我这一辈子绝对不做好事了 所以他就狠了狠心 就当作没看到 车子呼呼就开过去了 那么开过去之后呢 不到一分钟 小刘就感到相当的后悔 因为他心里想 如果我今天不载他 现在已经晚上半夜三更了 那这个人他的车子抛锚了 他一定会在这里过夜 在这里过夜的话 哎呀荒郊野外 会非常非常的可怜 所以他有把这个货车折返回去 然后又折返回去 看一看到底 这个家伙到底发生什么事 开回去之后 这个男生还在路边跟他招手 他停下来 隔着车窗问他 他说 先生有什么事 需要我帮忙吗 这时候先生 这个先生他看到他脸色苍白 脸色非常的白 然后呢 然后衣服好像有一点点刮破了 看起来好像是刚刚出了什么意外 然后手上拿了一只这个工具 然后这个这个先生 这个跟他说 我的车子抛锚了 我现在在这里 我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很麻烦 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车拖到前面树林 过去内户人家 这时候小刘看了看这个 他的车子 这个轿车 停在路边 看起来就不像抛锚 看起来好像是撞到了石头一类 反正就是车子有一点受损 他跟他说 你的车子还能拖吗 这个先生说可以拖可以拖 他说你也不用下车 你把车稍微往后倒一点 我有拖车绳 直接把车子挂在你后面的拖车沟 你慢慢开就好了 你慢慢开就好了 那小刘心一想 好吧那就顺路顺水人情吧 我就帮他一下 他就把车倒到路边 然后呢 他就用眼睛稍微瞄了一下 那个轿车里面 那轿车里面坐了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呢 看起来好像也受了很大的惊吓 隔着车窗 发现他脸色也苍白 然后这女生还抱了一个婴儿 他心里想 哎呀 还好我择返回来了 这辆车子可能发生了事故 他不但有男生 里面女生还抱了个小孩 那么如果我今天晚上不救 不帮助他们的话 说不定 这个车子要在荒郊野外过生活了 他听说 打电话 对 那是一个没有行动电话的年代 他怎么求救 没有办法求救 只有等路过的人 发发好心 救救他 所以这小牛心里想 还好我停下来救了他们 然后 他就问一下 好了没 然后那个先生就 透过后世纪跟他比了一个 OK 那个先生就上了 就上了这个轿车 他就开始拖 他心里想拖了一辆轿车 可能会比较重一点 所以他就重彩油 哎呦 他发现了 奇怪了 整个拖车 出乎他意料的轻 非常的轻 完全感受不到 他在拖车 完全感受不到 好像没有拖车一样 非常的轻 这时候他心里想 怎么会这么轻呢 还是我的车子 刚刚保养完 马力非常的足够 所以拖起来跟没拖一样 哇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小刘就慢慢开 慢慢开 开到了前面 就开到前面这个树林 然后后面这台车 突然就按喇叭 叭叭 就按了一下喇叭 这小刘想说可能到了 他可能把车停下来 停下来之后 他就看了看后视镜 就是看看这个先生 有没有把车子 拖车锅给拖起来 如果拖下来之后 他就可以直接开走了 这时候小刘 透过后面的透视镜 看到了他这辈子 最害怕的一件事 就是他透过了后视镜 看到了这个男生 这个男生不是正常的行走 而这个男生 他的脖子 他的脖子流着鲜血 脖子渗着血 衣服破烂不堪 然后呢 这个女生从车子下来之后 他的右手几乎是已经骨折了 然后他的左手抱着一个婴儿 这个婴儿的脖子好像也扭断了 像下面这样垂着 一边走一边摇来晃去 这时候小刘很清楚的一件事 我撞邪了 我遇到鬼了 这一家三口绝对不是人 都是鬼 男的一摇一摆满身鲜血 女生的手都断了 婴儿的脖子几乎骨折 转了180度 然后这个妻子的 这个右边的腰部 还扫了一块肉 非常可怕 这时候小刘吓得啊 完全不管发生什么事 油门一踩 赶快离开现地 赶快离开现地 心里一直想 哎呀倒霉啊 怎么撞鬼了 就说不要做好事嘛 这撞鬼了 心中一直在非常的埋怨 为什么要回头去做这个事情 害自己撞到鬼 小刘回了 把车子开回公司之后 就发现头昏脑脏 回到家之后 足足病了一个星期 在家里面生病 生了一个星期 不省人事非常痛苦 然后一个星期之后 一个星期之后 他准备要上班之前晚上 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 他心里想 我不能被这些事情打败 我也没有害他 我也没有害他 我是救他 所以他应该不会害我 所以小刘就坐起来 然后把药吃了退消药 然后稍微退了以后 就回公司报到 回了公司之后 这个公司的经理说 你到底怎么样 怎么请了一个礼拜假 那小刘说没有啦 可能是夜间送货 这个受了风寒 发烧了 感冒了 这个经理就说 哎呀还是要注意一下 还是要注意一下 那小刘就继续 去过着他的这个 问讲大哥的生活 送货的生活 大约过了半个月后 小刘在一次送货的过程中 这一次换他自己的车子抛锚了 抛锚的位置呢 就是在那个树林附近 他心里想糟糕了 在这里抛锚 上次就是在这里撞的 撞的撞轨轨的 就是在这里遇轨的 我的车在这边抛锚 我到底要不要下车呢 下车一定要去找公众电话啊 因为那个时候稍微 货车上都会装那个火腿组 就是无线电机 他发现无线电机不够 收不到 他要想办法下车 去找附近有没有公众电话 要打电话来求救 正当他犹豫 他如果我在这里下车 会不会又遇到那个 那三个鬼啊 遇到这三个鬼 那我不是又要发烧一个礼拜 他正在考虑要不要下车之前 他就往后面的后视镜 再看了一眼 看看后面有什么 哇不得了 后面后视镜上面 又出现了这三个 一男一女一个婴儿 这次三个人 是手牵的手 向他走过来 这时候小流星一想 糟糕了我的车又抛锚了 上次还可以家族油门跑掉 这次跑都跑不掉了 他就一边念的佛号 小流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信仰 反正心中把所有的佛号 不管是东方的神 西方的神 反正所有的佛号都念出来了 只想说我没有做坏事 上次我还救了你 你千万不要害我 就闭了眼睛 然后大概过了一分钟 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他就心里想 好吧好吧 那我还是要下车 赶快找公共电话来求救 正当他准备要开车那一秒钟 后方一辆砂石车 呼啸而过 跟他的货车大概距离不到10公分 小流吓坏了 也就是说 如果在一分钟之前 他把车门打开 说不定这辆砂石车 就会撞到他的车门 那么可想而知 如果没有这三个鬼 来警告他 让吓他让他留在驾驶座上 说不定他就被大货车给撞到 被这个砂石给撞到 可怕也一命呜呼了 就仅仅插着短短的一分钟的时间 那么小流 哇 突然间下起了一身冷汗 可是还是要找人来修车啊 车子不能丢在这里 不管啊 那小流心想怎么办 正当他犹豫不决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看到后方 有一个非常亮的灯光照过来 没有错 一辆车来了 他心心想救星来了 总算有人来救我了 来了一步 拖吊车 哇 小流心心想 真的是想什么 有什么 我我我又没有打电话 又没有找人家来救我 无线电源呼不通 怎么会有拖吊车来呢 这时候拖吊车开到小流 货车的旁边 停下来 然后敲小流的车窗 先生 需要帮忙吗 哇 他不敢突然下车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货车之地是人是鬼 他就很仔细的透过车窗往外看 仔细的打量一下这个司机 没错 是一个年约60岁的这个司机大哥 脸色红润 然后呢 气 丹田充足 他很明确 这应该就是人 不是鬼 他就打开车门 他说先生啊 你怎么会遇到啊 刚好我的车子抛锚了 在这里前不着春 后不着电 遇到你真是太幸运了 那吊车之地说 少废话 来来来 我帮你拖 我帮你拖 就用拖车勾 吊着小流的车 他说你坐到前面 坐到我的驾驶座 我们家就是开修车场的 拖到这边 稍微帮你整理检查一下 你的车一干就可以开了 这时候小流心想 哇 真的太幸运了 就坐上这个拖车司机的这个车上 这个拖车司机跟他讲说 前面10公里啊 就是我家 我家就开修车场的 他说先生你怎么知道我会在这里 还是这么凑巧 刚好遇到 这时候这个拖车司机说 那当然不是凑巧啊 这不是凑巧 这是刻意开过来的 你刻意开过来 为什么 他说我跟你讲 昨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我的儿子告诉我 托梦给我 说今天晚上在树林这边 会有一个人急需我帮助 他说爸爸 你的车子一定要开过去 务必要协助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啊 对我有恩 所以说拜托拜托 务必协助他 这时候小流心想 托梦 他说啊 先生托梦 这个拖车司机讲说 对 没错 你要讲 你要猜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你想问我 你的儿子托梦 难道你的儿子 对 没错 拖车司机说 我的儿子已经往生了 而且他往生的地点 就是在那个树林附近 哇 这时候小流心想 找到我把话吞回去 这吓死人了 他说 不过你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我也很想得开 这个儿子也走了 而且我告诉你 我的儿子出车祸 不是死 不是一个人往生 是他一家三口都往生 这时候小流心想 该不会 一个 你的媳妇抱着一个 大概 满周岁左右的一个婴儿吧 这时候托车司机说 你怎么知道 他说不瞒你讲 我在半个多月之前 我在这个树林 我就遇到了他们一家人 而且我为了这个事情 我还生了一场大病 发烧发了一个礼拜 最近才恢复了工作 他说 这个 司机大哥啊 我好心帮你儿子 你儿子怎么害我呢 他说 你真的认为我儿子害你 他说对啊 你儿子怎么害我 他说我儿子是希望你 不要为了工作 这个消耗你的体能 好好的休息一个礼拜 你刚才 也许也避过了一个 人生的浩劫 我的儿子一直告诉我说 他是 你是他的恩人 一定要想帮他救他 这时候小流突然间想起来了 要不是这三个 三个鬼 从后视镜上 对他发出这个非常可怕的警告 那说不定他下车的那一刹 那就被砂石车点点毙了 所以 这真的 这三个鬼 看来还真的不是要害他 而真的要帮他 那么他说 我也没有帮他 就是 回头看了他们一下 他说我的儿子 其实托蒙跟我讲 虽然我们在当地做了法事 可是儿子还有孙子 媳妇 三个人的魂 就是招不回来 就一直留在当地 也不知道为什么 用尽了各种方式 就是招不回来 那么半个月前 突然间 我的儿子告诉我 他们回来了 一位拖车司机 把他们的车拖回来了 所以说他们得以 这个 不用留在原地 受轮回之苦 所以他们回来了 那这个司机是他们的恩人 带他们走出了轮回之苦 所以你一定要协助他 而且他近期有一个劫难 你一定要协助他 哇 这座小刘一听 这真是 捡回一条命 这真是捡回一条命 后来他翻了报纸看一看 果然 不久之前 在树林那边 一家三口的轿车 被杀死车撞个膝带 而杀死车呢 后来也被警察逮捕 神志以法 但是三个人 在树林旁边的小轿车 全部都往生 那么下车之后 这个小刘 到了这个拖车司机家 上了一炷箱 给这一家三口 说 我们有缘 碰在一起 那么 我帮了你们 你们也救了 我们各不相欠 你可以安心的投胎去了 那当然 小刘 在当场 跟我们讲了这个故事之后 我们所有人 瞠目结舌 心想 哇 这太可怕了 小刘你讲的是真的假的 小刘说 这种是假的了吗 我是亲身经历 绝无虚假 真的就是遇到这个事情 哇 这时候我就问一下小刘 我说小刘 你遇到这个事情之后 你以后还会不会做善事 这小刘说 哎 我自从我躲过了这一节以后 啊 我也认识了一个女朋友 那么上个月 我们也取得美娇娘 我们也结婚了 现在虽然我开车 但是很幸福 我时时刻刻 也会告诉自己 不要太操劳 钱要赚 命也要顾 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 人赚再多钱 如果没有时间花 没有人陪你花 那个钱都是遗产 所以我现在生活跟工作并重 所以做的 我现在生活过得非常的美满 那么又有弟兄问他说 哎 如果再遇到有这种善事 是鬼要你救他 你还会救吗 小刘毫不犹豫的说 做善事 我一直在做 从来没有停过 他说 纵然啊 老天偶尔会出包 就是你看就让我发烧 就让我这个 你看救了一个老先生 反而到时候被赖到 这个过世自然已死 可是也许 这是一种考验 这些挫折是 上天对我的一种考验 只要我不停地 发挥仁慈与爱心 不停地做善事 他说我相信 我会让 这个人间的爱与包容 继续传递下去 哇 这个小刘的故事 这就是小刘的故事 真实在以前 我们在当金城军官的时候 一个服役两年的兵 从怨天尤人 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倒霉的人 做什么都不是 做什么都不好 然后呢 救了人还被判徒刑 当他对人生万念俱灰的时候 他退伍以后 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居然发生了这种 神鬼等级的转换 三个鬼吓了他 害他发烧 然后让他度过了 人生最大的浩劫 从此改变了他的 所有的想法 不断地行善 做好事 那么不由得让我联想到 这三个真的是鬼吗 这三个是不是 这个菩萨 出来点化他 让他对人生 不要这样的灰暗 让他对人生 不要充满了敌意 重新找回他 对人生的热忱与方向 说不定这三个鬼 不是真的是鬼 而是菩萨来帮他 这是小刘的故事 这是小刘幸福的故事 也是当时在军中服务的时候 一个弟兄退伍回来 跟我们分享的真实案例 大家觉得好听吗 好听 别忘了帮我按赞分享哦